你听的是SBS电台广东话节目 SBS电台新闻报道 联邦政府计划规定电讯公司和大银行 必须补偿诈骗受害者的损失 王毅在俄罗斯会见印度国家安全顾问多瓦尔 联合国子加沙战争导致巴勒斯坦经济严重萎缩 大家好,今天是9月13日星期五 以下由陆女真为大家报道详细的内容 联邦政府计划要求科技公司和大银行 可能必须赔偿诈骗受害者的损失 根据联邦政府引入的新法案 如果电讯公司和银行没有发现和房子诈骗 可能会面临罚款 助理金融部长秦施表示 目前正在考虑多项不同的提案 秦施指这些大机构拥有世界上最好的科技 应该有效地运用他们赚到的数以亿元计和最好的技术 来解决这个问题 长者将可以在未需要进入安努院之前 获得更多在自己家中独立生活的支援 估计大概140万名长者将会受惠 联邦政府和反对党达成协议 一套长久以来的56亿元高龄护理法案 将可以在国会得到通过 而为了要负担不断增加的护理开支 新参加者将要根据经济能力测试 矫交较高的费用 当局指一生的费用上限将会由大概7万6千元 提高到13万 而纳税人的负担会在11年间截省126亿元 不过在首四年将会增加9亿3千万 联邦政府批准墨尔本机场建造第三条跑道 条件是必须分散和尽量减低飞机噪音对周围社区的影响 运输部长金卡弗联今日公布这一项消息指 新跑道令机场可以应付一个增长中城市的需求 可以为货运和乘客提供更加服务 他在发表的声明中表示 他在研究这个建议的时候 首要的是考虑到当地社区的需要 他说对这项工程定出了最全面的条件 包括一项法定要求修建全程东西跑道 并且要有利用上空的计划 分散飞机噪音对各地区的影响 在墨尔本的军备展览进入最后一天 示威者暗示 会有大规模的活动 警民间可能再出现紧张局面 前日展览开幕当日 场外的示威演变成暴力冲突 有人研点垃圾桶并且用马份食用级酸液 和玻璃罐订向警方的路障 而防暴警员向有1,500人的示威群众 发射橡胶子弹 催泪器 闪光弹等 有42日被拘捕 美国总统拜登 邀请总理埃巴尼斯和印度 及日本政府领袖下星期 到特拉华州进行四方安全对话峰会 特拉华州是拜登的家乡 他将会作为东道主 接待埃巴尼斯 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 和印度总理莫迪 四方安全对话是美日印澳之间的外交联盟 今次的峰会将会是四位领袖第四次面对面会谈 自从拜登在7月退出美国总统竞选后 他大部分时间都逗留在自己的家乡州份 并表示支持副总统贺锦丽 竞逐总统职位 而中国外长王毅在俄罗斯圣比德堡 会见印度国家安全顾问多瓦尔 报道指 双方讨论近期边界事务初商的进展 认为中印关系实现稳定 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和长远利益 有利于地区和平发展 王毅强调面对变乱交绩的世界 中印应该坚持独立自主 选择团结合作 推动中印关系重回健康稳定 可持续发展的轨道 多瓦尔表示 28亿印中人民快速发展将可以改变全球 SBS电台新闻报道 联合国卫生机构表示 总共有252名在加沙的巴勒斯坦人 包括病人和他们的亲属 由以色列机场飞往亚联游首都亚布达比 世界卫生组织宣布97名巴勒斯坦人 被亚联游疏散到该阿拉伯国家接受治疗 其中包括癌症病人 病情危态和受伤的人 这是自从10月7日的集击以来 至今为止最大规模的撤离 经由以色列撤离加沙 皮·佩尔·科恩博士是世卫在巴勒斯坦被占领地区的代表 皮·佩尔·科恩说 加沙需要医疗走廊通道 他们需要一个更有组织和持续性的系统 而大多数都是临时的方法 他们需要恢復医疗走廊 尽快恢复由加沙到东耶路撒冷和西岸的传统转诊通道 他表示 在加沙受伤的2.2500人之中 大概有四分之一是急需复康治疗 另外联合国表示 因为加沙战争 巴勒斯坦的经济蒙受重大损失 加沙的生产量降低至展开军事反击前的六分之一 联合国的报告呼吁国际社会解决人道危机 为持久的和平和发展奠定基础 来制止经济衰退 联合国贸易及发展部副秘书长莫雷诺表示 经济已出现大规模的收缩 莫雷诺说加沙的国内生产总值 在2023年的最后一个季度 下降了令人震惊的超过八成 导致全年的总值萎缩了百分之二 加沙的经济现在不到2022年的六分之一 联合国报告建议为巴勒斯坦地区制定全面复苏的计划 提供更多国际援助 解除以色列对加沙的封锁 并释放以色列扣留巴勒斯坦人的收入和资金 一名印度官员在一名建杂医生被强奸和谋杀 引发了全国的广泛示威之后 这名官员公开道歉 上个月 一名31岁的医生在西曼加拉邦被奸杀 激发了印度全国的愤怒和抗议 抗议者表示 就算有更严格的法律 印度妇女仍面临严重的性暴力威胁 印度最高法院在这个星期较早时下令医生复工 不过抗议者继续反抗 誓言继续罢工直到他们的诉求被聆听 西曼加拉邦首席部长班尼迟 拒绝了群众要求他辞职的声音 而医生就拒绝和他开会 班尼迟说他很抱歉 他向这个国家和全世界支持医生的人民道歉 他请他们支持他 他们要为受害者讨回公道 要为普罗大众讨回公道 不过他说根据最高法院的指示 抗议的医生必须尽他们的职责 澳洲宣布为越南提供300万元人道援助 当地受到几十年来最猛烈的颱风吹袭 正面对风灾后的监据善后工作 官方公布死亡人数已上升至超过220人 仍有百多人失踪 颱风带来的洪水影响到鄰近的国家 包括鲁窩、缅甸和泰国 皮肤癌的研究人员指出 澳洲人可能仍忽视了保护人体最重要的部位 就是腿部和脚部 专家正在研究公众最容易被曬伤的部位 他们利用特製的衣服、量度、紫外线 对身体各部位的影响程度 其刊上发表研究结果 澳洲辅射防护及核子安全局的 亨德森博士 希望大家更加意识到 沙地是一个高度反射的表面 亨德森说有时他们觉得 将同一个信息重复又重复 大家已经充耳不民 他说这项研究可以争取到大家的关注 希望大家看到他们用于研究的特製衣服的时候 就留意到这个信息 体育方面的消息 在华伦西亚举行的台维斯杯队制网球赛 澳洲击败了捷克 赢得三天内第二场小组赛胜仗 出现第二场单打的基纳基斯表现良好 以6比2、6比7、6比3 盘数2比1击败了捷克小仗门西克 澳洲晓域队在过去两届屈居亚军 这场胜仗为争夺今年11月 在马拉加举行的最终决赛八强位置 迈进了一步 财经消息 昨天澳洲200只成份股指数 收市8075点上升87点 总成交有55亿元 杜瓊斯工业平均指数较早前 收市41096点上升235点 恒生指数昨天收市17240点上升131点 上升综合指数昨天收市2717点下跌4点 外汇市场方面澳元对美元0.6724 对港元是5.2465 对人民币4.7861 接下来是澳洲今天各大城市的天气预测 雪尼密云最高气温有19度 墨尔本酝酿有雨17度 布里斯本亦可能有骤雨22度 帕斯阳光普照28度 亚德雷德眼中密云18度 河伯特有一两阵骤雨14度 坎培拉阳光普照18度 达尔本大致有阳光 最高气温有36度 新闻财经和天气已报道完毕 想收听更多的节目内容 使用Apple Podcast Google Podcast Spotify 或是其他Podcast应用程式 继续收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